字幕翻譯 其實我喜歡書店不亞於喜歡書 喜欢的事情是去书店这个动作 当你静下来没事做 自然而然脚就会往那个地方移动 这个网路不会有什么接触 我的感觉 然后因为往返也是很单纯的 就是可能就是定价杀架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处理 当我做网路书觉得有点稳定的时候 就会自然而然会想要说 开实体的看看 二手书有一个特性就是 我永远不知道收来是什么书 我们收出来的书是什么书 就要赶快上架那些书 我们是从网路出来 所以说它这个编号的方法 只是方便网路 但在实体上面它就会觉得 跳来跳去乱七八糟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客人来看会很痛苦 会觉得 怎么一下教育突然跳休闲 又突然跳文子折 又突然跳财经 你明明要看某一种议题 但它会跳到你 逼着你去看 不小心碰到 甚至于大仗经在旁边 我从来没判过大仗经 拿起来翻两页 但这个经验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战场谁会去翻 当然除了它是对于宗教的佛学 非常有研究的人 但大家可能不小心看到 诶 为什么有这种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时代 它已经精准化到关键字搜寻而已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 我要找某一本书 它的相关议题全部都想要找 而且都想要去发现 哪里有这个相关的议题 但这个地方 它因为会强迫某一个人的习惯 所以它产生极大的痛苦 但是有一种好处就是 它会跳出一个习惯的圈圈 产生一种无限的可能 因为它可能是做一个艺术的人 大家可能接触了历史 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至少在其他的书店 可能还没有这种痛苦的可能 像我们那个玻璃门一进来 可以看到一个大理石桌 在桌子上就放了那一本书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不知道放那本书是做什么 但它可能近看 翻了以后 就可能会吓一跳 说怎么会有人做这个事情 有一个人花了十几年的精神 下班回来 晚上 然后开一个灯 然后某一本书 然后在旁边筑记 研究 用到三经半月 然后看 合想 隔天上班 回来 又再看这本书 我觉得那个时代 有那么一群人 某一本书 它要钻研了几年 然后去领悟透彻 那才叫真的懂那一本书 你拿起来翻 然后你就可以碰到 那个字的凹凸感 然后闻闻那个味道 我会觉得 那个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 是会近到心里的 而不是在脑海里 就是我 对我来讲 那个才最有价值的书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那是随便 我应该说 对我来说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你会呐 那是这样的 我应该说 我的眼睛